公元前141年,汉锦帝流起去世,刘彻即位,视为汉武帝。 我们接下来会花很大篇幅来说这个在历史上非常厉害的皇帝汉武帝。 由于内容太多,将会分几期视频来讲述。 今天这期视频主要讲到这个刘彻的上位史。 众所周知,汉武帝叫刘彻。 然而很少人知道刘彻的原名叫刘智。 后来被立为太子后,才改名为彻。 智这个字是猪的意思。 从刘智这个名字看,就知道刘彻出生时是不受宠的。 汉锦帝一共有14个儿子,刘彻排名第10。 一般来说,孩子多的家庭里,中间的地位最尴尬,皇家也是如此。 那这样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皇子最后是如何上位成了皇帝呢? 那就要归因于刘彻有个好母亲,还有一个好姑妈。 这个姑妈也是她的岳母,管陶公主刘飘。 刘彻的母亲王志是二婚嫁给刘起的,并且还非常的得刘起宠爱。 可见这个女人的心机和城府,具体的在斗衣房那篇说过,感兴趣的可以去前面视频翻看。 而她的姑妈管陶公主一开始相中的是最先被刘起立为太子的刘荣。 可惜刘荣的母亲立即不识抬举,不愿意和刘飘结亲家。 刘飘一怒之下设计了一场连环局,让立即出局了。 硬是把刘荣拉下马,推了刘彻上位。 这个具体细节也在斗衣房那篇。 刘荣被废了太子之位后,被降为了临江王。 经历了过山车般的人生后,刘荣不再对未来抱有希望,开始醉生梦死。 沉迷于给自己修建奢华的房屋,希望用消费的快乐来麻痹自己。 刘荣的房子越修越大,侵占的地皮也越来越多,以至于把一部分宗庙都侵占了,改造成为她的私人宫殿。 刘荣这么做,或许就是为了向汉景帝发泄心中的不满。 汉景帝得知此事后,将刘荣叫来问话,负责盘问刘荣的是西汉出名的库立中尉智都。 智都向来以铁面无私闻名于整个长安城,所以刘荣见到审问她的人是智都,直接吓得腿软。 刘荣知道,如果落到智都手里,自己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于是他嚼尽脑汁开始想办法脱身,刘荣和智都纠缠了一番,想搬出汉景帝让智都放他一马。 智都不为所动,智都油盐不尽,刘荣胡搅满缠,两方谈判陷入了僵持。 最后,智都放了个大招,直接把刘荣锁在房里,让她闭门四过。 豆太后听说了智都让刘荣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代问题的事情,很是心疼自己的孙子。 当即派斗英暗中给刘荣送去了纸笔,豆太后本意是让她随意交代点,放出来再说。 结果刘荣理解错了,自知自己犯的是死罪,落到智都手里肯定没有好下场。 便给汉景帝写了一封遗书,然后自杀身亡了。 豆太后得知孙子的死讯大怒,恨不得刮了智都。 于是向景帝施压,一定要处置智都。 汉景帝非常的爱惜智都这个人才,但是又迫于自己母后大人的压力。 没办法,只能把智都把关赶回了家。 智都临走时,汉景帝托人带话给他,让他安心当他消息。 肯定还有机会的。 不久,豆太后渐渐笑了气。 汉景帝便派了使者悄悄去智都家里传口语。 提拔智都为燕门郡太首,让他不用去长安临旨。 直接悄悄地去燕门郡低调上缘就行了。 这些事都是瞒着豆太后私下进行的。 不过汉景帝确实有眼光。 智都他真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燕门郡在西汉时期是匈奴进攻的战略要地。 匈奴人早就听说了智都的威名。 听说智都去了燕门郡当太首,吓得赶紧把军队向后撤退。 远离了燕门郡,生怕智都攻打自己。 匈奴首领为了克服匈奴士兵害怕智都的心魔,命人用木头刻成智都的样子。 立为剑拔,让骑兵们照着智都的木头人练习射击。 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么大一个木头雕像,硬是没有一个人能射住。 这下子不仅心魔破不了,大家更加惧怕智都了。 在匈奴兵营流传一个说法,智都是神人,不可战胜。 直到智都死去,匈奴一直没敢靠近燕门郡,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智都被任命为燕门郡首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窦太后耳中。 汉警帝本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这么久了,窦太后应该消气了。 结果她不但没消气,反而更加木活中烧。 窦太后没有进过汉警帝,偷偷派人将智都抓到长安城,关入大牢。 汉警帝知道后,立马面见窦太后为智都求情。 窦太后眼见汉警帝有心想要维护智都,于是先用缓兵之计把汉警帝打发走了。 汉警帝前脚刚走,窦太后就派杀手去了监狱。 将智都斩首了。 等汉警帝反应过来的时候,智都已经身手溢出了。 智都死后不久,匈奴骑兵重新侵入燕门郡。 汉朝官兵和百姓死伤无数。 从窦太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惹的主。 所以她与刘彻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就成了必然。 话题扯远了,再说回到汉武帝的登基之路。 虽然刘荣被拉下马了,但是刘彻的登基之路上还有一个绊脚石,那就是汉警帝的弟弟刘武。 刘武是窦太后的小儿子,窦太后最宠爱她。 在汉警帝刚刚即位的时候,窦太后就动过要让刘其立刘武为储君的念头。 后来立了刘荣,这个念头才暂时罢休。 刘荣被废后,窦太后又起了这个心思。 但是这件事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尤其是袁昂,反对得最为激烈。 不久后,汉警帝为了以绝后患,赶紧下令逼了刘彻为太子。 彻底粉碎了刘武的皇帝梦。 窦太后对此也没办法,但不妨碍她讨厌刘彻。 事实上,窦太后自始至终都不怎么喜欢刘彻。 她最疼爱的人是小儿子刘武,最疼爱的孙子是刘荣。 所以之前立刘荣为太子,窦太后倒没有反应那么激烈。 但现在因为刘彻断了刘武的皇帝梦,就让窦太后对本就不喜欢的刘彻更加看不顺眼。 刘彻当了太子后,刘武一气之下,找了一堆江湖杀手去刺杀。 刘昂一气之前反对立他为储君的大臣,搞了一桩大事件。 虽然最后推了两个替罪羊解决了此事,但是汉景帝从此对这个弟弟是更加不喜。 将他放逐在封地,不希望他踏足长安半步。 刘武自此心情郁郁寡欢,每天靠打猎填补精神世界的空虚。 有一天,下面的人向刘武汇报,说是捉到了一只长相奇特的怪兽,想要敬献给他。 刘武让人把这头怪兽迁到梁王府。 刘武,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怪兽? 就是一只畸形的老黄牛,只见那头牛长相丑陋,面向猙獰。 后背上多长出了两只牛蹄子,样子十分恶心恐怖。 刘武被吓了一跳,赶紧让人牵走。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惊吓,也或许是因为长久以来心情抑郁。 刘武在见到这头畸形老黄牛后不久,便一病不起。 当年的六月,刘武发高热不退,一下子就这么撒手人寰了。 远在长安的窦太后,听说刘武去世后悲痛欲绝,认为是刘起杀了刘武,绝食抗议。 直到刘起承诺将刘武的儿子们全部封王,一切待遇不变,这件事才这么接过去。 本来刘太后的想法是,把汉景帝熬死,然后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力来帮刘武当上皇帝。 或者即使刘武当不了正式的皇帝,也可以当个手握实权的摄政王,架空未来的小皇帝刘彻。 结果刘武就这么死了,刘太后一切的筹谋都没用了。 刘武的早逝,刘太后只剩刘起这么一个儿子,又不能把木火发在刘起身上。 于是刘太后开始迁怒刘彻。 刘太后更加讨厌刘彻这个来自民间的二婚女人生下的孙子。 而刘彻自幼就没有得到过刘太后的关爱。 又亲眼看到了刘太后怂恿刘武来跟自己争夺皇位。 她对刘太后也没有任何好感。 所以刘太后与刘彻这对祖孙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汉景帝去世后的白热化,也将成为必然。 汉武帝登基之初,刘太后掌握着大权。 整个杜氏家族全清朝野。 汉武帝如果是个听话的二世祖,又或者刘太后一心一意辅佐孙子的江山。 这祖孙二人也能和睦相处。 偏偏这两人都不是安分之人。 一个不想任人摆布,渴望在台上唱主角。 另一个不想放权,要年轻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国家。 斗太后年轻的时候,国家践行无为而至的道家思想,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治国基调。 汉武帝的爷爷和父亲两代人采取了较为宽松平和的治国方法。 所以汉武帝刚登基时国家才有如此雄厚的物力和财力。 斗太后认为,用道家思想治理国家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而汉武帝刚刚登基,血气方刚。 这种无为而至,顺势而为的思想显然是他不能接受的。 加上本来就和斗太后之间有矛盾。 既然奶奶您的主流思想是道家的黄老学说, 那么我刘彻就要树立一面新的大旗与您的道家思想分庭抗礼。 汉武帝和斗太后斗法,最痛苦的莫过于丞相魏婉, 因为他要站队,而且不得不快速站队。 站队是个技术活。 站队了,青云直上。 站错了,可能小命不保。 深知被灭族都是有可能的。 魏婉作为辅佐过文景二帝的三朝元老, 和斗太后那可是老相识了。 但是魏婉果断地站队了刘彻, 因为他认定刘彻一定能赢。 斗太后绝非善累, 面对老朋友老下属的背叛, 怒火中烧, 马上成立了专案组, 彻查魏婉当丞相以来的工作, 试图找到突破口, 一举将其拿下。 查来查去, 还真查到一件事。 在汉景帝去世后, 魏婉对很多囚犯执行了大赦, 不到刑期的都释放了。 本来这件事也没什么, 但是经不住斗太后咬住不放并刻意放大。 无奈, 此时的汉武帝尚不足以和斗太后撕破脸皮明着干, 只好免去了魏婉丞相一职, 但不知他的罪, 让他告老还乡。 此时的魏婉, 历尽三朝, 两次告老还乡, 年事已高, 能够回家安享晚年病的善重。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表面上看去, 魏婉被罢关, 好像输了, 但事实上, 魏婉打响了树立儒家反对道家的第一枪, 引发了满朝文武开始考虑要不要重新站队。 魏婉离开后, 汉武帝提拔了窦英为丞相, 同时任命田坟为太尉, 这次的任命真正体现了刘彻这个人的内核, 有进有退, 野心和阴柔并举, 窦英是何许人? 前天也说过, 他是窦太后的侄子, 而这个田坟则是王志同父异母的兄弟, 也就是刘彻的亲舅舅, 既然一个人斗不过窦太后, 那么就把他亲妈的娘家人也拖进战场, 二胡相争变成三国混战。 最有意思的是, 窦英和田坟这两位私下都很喜欢儒家学说, 在窦英和田坟的推荐下, 汉武帝又找到了两个儒生入股, 就是赵婉和王赃, 这个赵婉是个人精, 一上位就看出了汉武帝和窦太后权力斗争的本质, 马上提出了一条深得汉武帝欢欣的建议, 新建一个新的建筑, 取名为明堂, 从此后, 所有诸侯王都到明堂向皇上一人汇报工作, 这个举动实际上就是要架空窦太后,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窦太后的耳中, 一个新提拔的官员, 竟然鼓动皇帝架空自己, 窦太后勃然大怒, 于是窦太后顾忌重施, 就像当初对待魏婉一样, 临时成立调查组收集赵婉、 王赃等人违法乱纪的证据, 一旦找到, 立马拿下, 真要像窦太后这种查法, 没几个人是干净的, 果然, 赵婉和王赃违法乱纪的证据很快便被找到了, 窦太后直接对着汉武帝发难, 斥责她作为皇帝用人不慎, 汉武帝不得不终止了新建明堂的事情, 赵婉和王赃也被下狱, 为了不拖累家族, 这两人在狱中自杀了, 这一次, 窦太后是真的怒了, 推举赵婉和王赃的窦英和田坟也被废掉, 并任命她的心腹, 同时也是坚定的道家信仰者, 石剑担任郎中令, 石剑的儿子石庆担任内使, 把这两人直接安插在汉武帝身边, 然后窦太后又强势任命了一位叫许昌的人担任丞相, 这个许昌几乎没什么能力, 但是她是窦太后那边的心腹, 她唯一的使命就是监控和掣肘汉武帝, 这是汉武帝登基以来遇到的最大的挫折, 窦太后把汉武帝堵得死死的, 让她无法施展动作, 刘彻终于明白, 她此时还没有能力与窦太后正面硬刚, 只能徐徐渐进, 换个角度重新出发, 刘彻鸣思苦想, 最终决定从一个死了十几年的人身上打开突破口, 死人就是上篇说到的朝措, 朝措被杀于公元前154年, 而窦太后任命许昌为丞相, 是在公元前139年, 两件事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而聪明的汉武帝却从中找到了反击窦太后的切入点, 就在许昌担任丞相不久, 在朝廷中刮起了一股批判朝措的风气, 大家纷纷写文章痛骂朝措当年的削藩政策, 离间了朝廷和各诸侯王之间的情谊, 当然了, 这个背后的推动者就是汉武帝, 这件事就非常让人玩味了, 朝措被杀已经过去15年, 早就没人再关注这件事情, 偏偏在许昌被升为丞相后, 又被重新挖出来上了热搜, 并且朝措当年的提议从后续事件发展来看是没有错的, 诸侯王们早就有了反省, 即使杀了朝措, 他们依然没有退兵, 可见朝措是被错杀的, 那么问题来啊, 汉武帝为什么要突然推动这么一场集体批判朝措的运动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汉武帝发现, 只好支持自己的大臣们是斗不过斗太后的, 他必须得到诸侯王的支持, 不久后, 汉武帝下诏提高朝廷对各位诸侯王的礼遇, 废止了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 对诸侯王施行额外的恩惠政策, 赵令颁布后, 各国诸侯王心领神会, 纷纷向汉武帝递了投名状, 表示坚决效忠汉武帝, 一切行动只听汉武帝一人指挥, 有了这些诸侯王的支持, 汉武帝再也不怕和斗太后鱼死网破, 而斗太后此时终于意识到, 他严重低估了自己这个孙子的手腕, 刘彻这一手很绝, 他直接把斗太后推到了外戚干政的污名之下, 只不过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但是满朝文武都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西汉从建国以来, 最敏感的事情就是外戚干政, 斗太后发现, 刘彻就像一个雕刻家, 这些年来一刀一刀地把它雕刻成了一个外戚干政的形象, 想到这里, 斗太后不由地后悔了之前的用力过猛, 自己这把年纪了, 还争什么呢, 万一把刘彻惹急了, 把外戚干政的事情摆在了明面上, 自己或许还能善诸, 但是斗氏家族或许就要和吕氏家族落得一样的下场了, 自此后, 斗太后或主动或被动地低调起来, 不再对刘彻主动出招, 刘彻看出了斗太后态度的变化, 但他并不打算就这么算了, 他要找到彻底压死斗太后的那块大石, 前面几篇也说过, 文帝景帝都是非常简朴的皇帝, 生活作风非常的朴素, 坚决抵制奢侈浪费, 与此同时, 不再对百姓实行过度苛刻的税收制度, 这使得国家的经济得到了长久的发展, 一方面大家手里有很多钱, 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让消费享受, 这使得很多有钱人尤其是上流社会的人憋坏了, 汉武帝意识到, 要想得到上流社会这些人的支持, 必须要顺应他们的想法, 让他们放开来消费, 这样他们就会从内心深处支持自己, 反对斗太后, 于是, 汉武帝决定扮演一个挥霍奢靡的顽固子弟的形象, 斗太后见汉武帝竟然如此的贪图享乐, 便屡屡告诫大家, 一定要遵从道家艰苦朴素, 清新寡欲的生活方式, 然而此时, 大家对斗太后只是表面敷衍, 实际已经不当回事了, 光是打猎玩乐还不够, 汉武帝决定搞一把大的修建上林院, 修建上林院那可是大工程啊, 斗太后听说后, 气得不行, 但更让她生气和绝望的是, 任由她怎么反对, 群臣都支持汉武帝, 没人再听她的话, 斗太后终于知道, 自己彻底地输给了自己的孙子刘彻, 公元前135年, 斗太后去世, 汉武帝听到报丧的消息, 忍不住表面悲痛实则开心地哭出声来, 至此, 汉武帝通往终极权力之巅的最后一块绊脚石终于被搬掉了, 斗太后去世没几天, 汉武帝立马下令罢免了丞相许昌, 任命救救田坟为丞相, 田坟上位后, 对自己的这位皇帝外甥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印象, 真以为他是一个贪图享乐的顽固子弟, 于是他也开始效仿汉武帝, 扩建自家的住宅, 开始过上奢靡的生活, 直到有一次被汉武帝当面斥责, 田坟才隐隐感觉到自己好像对这个外甥的内心世界了解的还不够全面, 随着汉武帝权力和地位的日渐巩固, 他真实的一面渐渐显露出来, 这时的各位王侯将相还没有意识到, 这位即将退去伪装的天子, 将是汉朝自建立以来最难伺候的一位雄主。